在大午长老教会里头 小朋友们开心的上课 由台电公司补助 委托一粒麦子基金会规划 进行了灰银沟的阅读计划 希望用爱跟学习 点亮偏香的教育概念 很好 脚踩啊 由打击乐指导老师林旺宏 来教导同学们进行 爵士鼓的打击课程 基本上这个计划 就是他安排我来这边 就是以爵士鼓的部分为主 那其实现在我 后来我发现到其实 爵士鼓的部分 他不是每一个孩子 都有能力购买 然后或者是说也不是 也不是可以 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做练习 那再加上现在的社会环境 很多的乐器 都浮上那个画面 浮上画面让人家看到 所以我想就是 首要的就先在这个课程里头 先去教导 让这些孩子认识爵士鼓 老师说 其实偏乡的确需要资源 而且小朋友的天分很好 很快就可以上手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他也在学习如何的 跟小朋友互动 与找到对的方法来教 对他而言 也是一种学习 这个对象是国小 实际上实在是很困难 我就回想到以前 我小的时候 当我那时候是 对节奏的乐器这样子 就是耳如木狼 然后可以用口唱 唱出一个很简单的节奏 比如说 蹦死大 蹦蹦大 但是 当时的台东的环境是没有 在师资上是没有充分的 但是我这个胶的部分可以透过教材 但是比较困难的是孩子的装述力 所以要怎么去吸引他们 现在已经不像过去用饼干跟糖果可以吸引 所以我发现到这是我的困难点 但是我觉得很棒 就是在这困难当中去发现到 那个跟孩子相处的一个乐趣 然后也让我学习 让我也学习到 我刚好小孩也出来了 也让我学习到未来我要怎么去帮助 去跟我孩子互动 小朋友们很珍惜每一次的上课时光 把握机会向老师提问 因为觉得来教我学打鼓 就是可以感受到以上一度在 那除了这样这个部分以外呢 就是很快乐啊 可以思索解心情的一部分 相信未来这一群小小孩 一定可以在音乐这条路上发光发热 成为下一个音乐鬼才 这也是会进行阅读计划的宗旨 点亮心中的那盏灯 指引人生的新方向 东南宣布发林郑胡如在大五香的彩虹报道 这是太大了吗 第一 二 一 二 谢谢观看